今天教大家红牡丹调色方法 与粉牡丹调色有两个不同之处 首先准备大红 藤黄 胭脂 墨汁 第一 先调最亮的色界 与粉牡丹不同的是用藤黄取代太白 这样亮红就不会粉气 之后笔尖调大红至笔头三分之一处 笔尖再调胭脂 深浅层次就出来了 此颜色花花筒外沿 第二多调大红和胭脂 笔尖调少许墨 这样整体笔第一次颜色深一层 笔尖在站点墨开始切出口内颜色 第三 再多调大红和胭脂同时多加墨调和 最后笔尖多占墨汁 出了一个颜色更深的红 继续画花心深处 第四 大红多加胭脂多加墨进行调和 调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颜色 用这个颜色逐渐画外围花瓣 之后根据花瓣需要灵活运用这几个深浅不一的颜色 比如前沿继续用亮色 侧面翻拌就用重色 注意整个花头外形不要太规则 这么好的教程别忘了点赞收藏啊